水果攤前 冬挑挑西減減 要把好吃水果買回家 但美金直逼六七十元的香蕉 簡直跟恐惊一樣 讓人捨不得掏錢買下手 還有的水果攤商 乾脆在香蕉標價上 寫了大大的很貴兩個字 提醒民眾 買這香蕉一袋大概是多少 兩百多塊 快三百塊 對 那以前你買可能是大概多少 可能以前一百多塊就可以買到 差很多 以前賣便宜的時候 十幾塊就有了 但是二十幾塊是常見的 但是現在貴了一倍 去年九月颱風影響收成 今晚都已經過了將近四個月 但香蕉價格依舊漲不停 今年元旦香蕉批發價 一公斤86元 跟去年同期相比 漲了53% 創下近20年來香蕉最高價 讓許多民眾乾脆改買 其他價格相對穩定的水果 我都買蘋果比較多 因為蘋果應該好像 活動沒有那麼大 比較實際 就是比較冬天的那種水果 會比較便宜一點 價格就會比較便宜一點 冬季水果中 柑橘類小番茄 或者蓮污等國產水果 以及進口的蘋果 紅地球 葡萄 價格都會相定穩定些 想吃新鮮水果 也能精打細算 記者張世葵 一切為SNG小組 台北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